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开始学习满文 学习满文以前呢 咱们先介绍一下 满文和汉字之间的区别 或者说 这王者之间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有什么特别 所以呢 我们以后在学习的时候呢 要注意 现在这一句满语 我注意点 我能去满入河的耕着 塔奇摩得离尽地 于是呢 从今天开始学习满文 因为从这些字来看 咱们手上看个汉字 汉字很迷重的 一个字 所以一个混合字 是一个字 而且每一个字呢 都有它自己的独立的意义 而两个呢 跟汉字不一样 所以西方上 两个是西畅的 而 他西畅的 西畅的 西畅的 南部 河根 波 塔奇摩 北部工地 西畅上 它就长一点 而汉字 是一个汉管子 汉管子 再一个 汉字 他有私生 私生呢 就是区别的汉字的私义 那马人呢 他没有私生 这些呢 渡的时候 有的因 他得顾虑点 有的因 他得趋虑点 再一个 汉字 汉字 是一个汉管子 啊 他在生长汉 他有一个汉管子 而且汉管子 就是一个音节 我们说汉字是汉管子 是单音节子 我马人讲的 他是多音节 构成一个单词 啊 多音节构成一个单词 比如 塔奇摩 啊 多数人形 塔清 币 塔清 币 他有三个音节构成 第一个音节 他 第二个音节 清 第三个音节 比 这三个音节 累起来 塔清 币 才有实际意义 三个音节本身 没有任何的意义 再比如 德里奔弃 是开始的意思 那么 德里奔弃 他的四个音节构成 第一 德 是一个音节 利 是一个音节 奔 是一个音节 B 是一个音节 四个音节 弄起来 才成为一个单词 德里奔弃 德里奔弃 就含有着开始的意思 那么 这样 啊 塔清帝业法 或者抖离工具业法 很明显的 有的音节出现了正在当次的自投 有的音节出现了正在当次的自主 比如 有的音节 有的音节出现了正在当次的自卫 比如 抖离工具 德 是自投 力 和 都 是自购 力 是自卫 这 都一起来 才构成一个单词 这种上 咱们以后学习的时候呢 要特别要注意 注意 那么现在咱们就开始学习满文,学习满文的时候,首先要学着阴界字幕,就像刚才讲的,那一个阴界没有实际一意,没有实际一意,好几个阴界两个一块,各成了单词才有实际一意。 现在咱们以后学的时候呢,就是从阴界字幕开始学习,好,现在咱们讲一个第一课,五根起成第一课,这一课呢,一共要讲六个阴界字幕,五或者一,就是六个阴界字幕, 这六个阴界字幕,我们叫做单语语,也就是蛮语的六个阴影,单语语,那么这六个单语语,